試算辛辛苦苦工作後 究竟如何領勞保年金更划算 毕竟這些都是過去在工作時累積的心血 尤其近年來老保年金還可能浮現危機 因為截至2023年底 勤領老保老年年金的人數來到174.2萬人 一年暴增14.4萬人 相較往年一年只新增10萬人增幅明顯 除此之外 2023年勞保年金平均勤領的金額 也增加至18824元 比前一年多出了530元 而另外在平均勤領的年齡上來看 也增加到了61.35歲 比前一年多了0.07歲 背後的原因是在高齡化及缺工浪潮下 高齡勞工序留職場更為普遍 也導致平均勤領金額增加 因為2023年平均投保年資為29.72年 較2022年的29.46年來得更長 再加上平均投保薪資也提高到37909元 都意味著勞保的債務壓力增加 根據國外的一個研究就是說會發現說 現在即使是65歲健林退休的人 事實上他的身體狀況平均而言在55歲 所以這就是科技進步和健康的一個表現 所以自然而然造成這個退休的人呢 他這個延後 因為台灣相對於其他國家 他提早那個退休的年齡太早 174.4萬名勤領勞保老年年金的民眾當中 領取1到2萬元占比最高達到47.39% 其次是02到3萬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 2022年月領2萬元以上的占比是39.83% 但來到了2023年卻已經突破4成 不過未來少子化的問題擺在眼前 勞保年金能撐多久 所以我們也樂見說那些資深的年齡的 他延退 其實他的寶貝交出來的金額是大的 你是不能只看到他未來會領的壓力跟缺點 我們還是要平均進去核算這些 面對一邊是勤領金額及人數增加 但另一邊也代表著領取時間將變短 對財務是正面或是負面影響必須精算 尤其政府大多鼓勵蓄留職場 可能的解決方案 就是實資實付Pay as you go 這也是國外的一個政策 那當然它會延後這個負債的一個支付的問題 所以就變成下一代幫我們來解決這個負債的問題 所以就是舉債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政府印鈔票 那增加貨幣供給 那增加大家的這個購買能力 或是增加大家的這個支付 繳稅的這個能力 來壓低這個潛藏負債 我們知道勞保基金操作績效也為人所詬病 就是說他有沒有真正委託一個有效率的經理人 去做投資操盤 這一塊可能要重新去評量 那委託的基金管理人 應該要更有國際觀的去操盤 因為海外有時候是有利可圖的 除非勞保收入與支出打平或是有盈餘 才代表勞保不會吃老本財務穩健 但未來的人口結構和過去大不同 國人工作狀況也正在改變 為了不讓勞保基金倒台 政府也必須審慎評估 從常記憶 TVBS新聞和這樣一些單詞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